又一波新的冷气团报道了 在高中市有民众呢 就跑去买了一款知名品牌的暖暖包 就打开一开已经结块了 而且摸起来是温的 根本都不暖 那么包装上还写着会发热20个小时 不过他用了不到10个小时就失去了效果 他去药妆店询问 有热心的店员私下告诉他 说这款品牌的暖暖包呢 品质不好 叫他不要买 许小姐拆开暖暖包实在很纳闷 因为才刚买来 竟然就出现硬块 我买回家之后就发现 它里面就有硬块 然后而且啊 用不久就不热了 这款知名暖暖包 各大连锁药局都找得到 但民众却抱怨 不但一打开就发现碳粉结块 用起来温度完全不热 夸张的是 上头写着持续发热20个小时 但8个小时就失效 根本是不暖包 实际到药妆店询问 连店员都说这款不要买 建议这个不要在这边买掉 这个 对啊这种不要 弄弄包不要在这边买掉 是哦 对因为 它有时候都不会热 这个暖暖的这样 会有结块吗 会 对行的店员 小轩提醒说 他自己也买过 温度不热 品质参差不齐 也曾有客人来退货 我妈买回去过 然后就上那一包 就还没打开就结块了 就是它是打开来 但是它就是说 或者觉得好像 有一包好像就是 比较不热 如果说遇到有结块的话 就是可以买 还能来袭暖暖包 在卖场 药妆店成了热卖商品 不过看起来差不多 品质却有落差 没有热心店员提醒 买到不暖包 在寒流来袭时 更加心寒 这位新闻记 我是高梦柔 高雄报道 对